一只蹄子 两只蹄子 回来 这傻猴子挺快乐呀 一伤一头飞 死亡傻 你现在还能快乐起来吗 石头人 300块 开局两个头 这趴我们针对傻猴子 让他快乐不起来 莉莉要复活肯定要进来也取得 他没闪现 一级 没再打了 狼狼看一下 哎呦 这不给我打弓吗 狗飞 没闪现的莉莉亚 不出意外是谁 这里大部分人都会回头把这个狼打了 但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假装来中路 这样莉莉亚就知道他家狼还在了 阿富伯就大概厉害回来打了 然后我们假装去下班野区 对面一丢失我的视野 立马掉头 继续去狼找他 如我所料 阿富伯就继来狼野区 看他是打狼 是打蛤蟆 往上面走的 那就是打蛤蟆了 我们贴着枪闹一下 不要被他提前发现 等我闹过来 他发现我就来不及跑了 但他是拉出来打的 那就没办法 看他舍得这个蛤蟆 不舍的人 A Q 抢蛤蟆 没想到他就死了 老黑 那我们跑一下 老黑肯定要回线 莉莉亚这反应是要来打狼吗 我们拦截一下 他一级怎么样都打不过我三级 就算他蛮状态的 我残血 他也打不过我 这图隆皮肤手感还是差点意思 但是买皮肤又贵得露肯 还好我最近发现了个 狂买皮肤不露肯的办法 给洛洛洛加了闷个不易 蹲拼多多雅 年底了拼多多游戏专场 放出了一万个洛洛洛点键体员名额 每个名额试完洛洛点键 简直爽到不行 要买什么皮肤买什么 看看我用点键拿下的精美皮肤 我的小蜜蜂 林子菊 和妖怪艺术家等等皮肤 就是这么来的 别说我没照顾你们 标准快捷链接给你们要来了 已经放在评论区自顶了 赶紧点点试试手气 链接再去还有名额 直接点圈追悠 莉莉亚复活肯定不敢进南野区了 那他就会去洪野区 我们直接来洪野区找他 先去6G看一下 贴着墙走 没打 那我们做个演 然后再去石刀看一下 他肯定在洪野区的 在南野区连死了两次 他刚打完石头 追不上 我们假装走吧 在这个槽里蹲一下 看他会不会来打6G 不来 过去看一下 小兵过来了 在这里等一下 不能被小兵看起来 因为破灭 哎 火男来了 半血的 以及一个GW G平V 再来一下 哎呀 他晕我了 莉莉要在打河系 有点没办法 只能先杀火男 他打完河系了 有加移术的东西 那就追不到 我们回家更新装备吧 2300块 莉莉亚回家以后 肯定要来狼野区的 他这狼还在啊 先丢个眼 没打 蟑螂看一下 又帮我打过 但是好能啊 更新装备出来 莉莉亚复活就来打狼 我们过来找他 我发现我的眼 但他不知道我现在就在附近 所以还是想硬子头皮打 太甜蜜了 KPGW 300块 再帮他把蓝打 他复活肯定不敢进蓝野区了 我们先来六级看一下 铁子抢过来 再打 没错到 挺进减数 我硬子头皮捅你 KPGRGW 即平衡 再来一枪 然后走出塔外 莉莉亚还有20秒复活 我们在草里回城 他看到我被塔打残 这样他就会放心地刷野 我只能说他太天真了 地上一停机结束 剪刀说他就死了 老黑 我擦 他在野块都没了 只有石头斩 那他就没得血 不活只能来打石头 我们在这里蹲下 来了 地上一停机结束 死了 如果你们是这个莉莉亚 遇到我这样的招戏 你们会这么玩 评论去留言 你 您 您 您 谢谢观看